WNBA今年各隊都剩下七場例行賽 自由人主場和風暴的交手兩隊各有盤算 主場自由人希望鞏固聯盟第一 風暴則目標可以爭取到聯盟第四 其中今年奧運大放益彩的Gaby Williams 首節就以完美命中率攻下八分 帶領球隊面對聯盟龍頭 第一節打完只落後四分 來到第二節 自由人在Sabrina Inotsku的率領之下 一度取得九分領先 Inotsku全場攻下十七分 十二分集中在上半場 不過半場結束落後四分的風暴 一籃在戰後 靠著Skyla Diggins Smith的三分冷箭 馬上把比數追平 Diggins Smith本場比賽貢獻全場最高的二十一分 雙方隨後開始互換領先 但是第三節尾聲 自由人有關鍵人物跳出來 就是BanticaLanny Hamilton 先前曾經因為膝蓋傷勢缺陣六周的Lanny Hamilton 本場球攻下全隊最高十八分 其中三節尾聲到第四節前期 在他的率領之下 自由人串聯的全隊用一波十二比零 扭轉了情勢 來到了決勝階段 前三節沒有發揮的自由人得分後 Riana Stewart也在此刻覺醒 Stuart這場比賽十六頭只中五 但全場的十四分有十分集中在第四節 自由人擋住的風暴逆襲 最終對七七比七十贏球 收下本季主場的第十五勝 未來體育台綜合報導 NBA休賽季除了球隊挖人補牆 或是琵琶別豹等等悲歡離合的戲碼 當然也有球隊留住神主牌的開心劇本 那就是荊州勇士雖然走了四爺K湯 但是在八月底 以一年六千兩百六十萬美元的延長合約 確保蓋大神這位勇士的金字招牌 能夠繼續待在荊州 一直到二零二六二七賽季 也就是Steven Curry三十九歲的時候 也讓他屆時要生涯 終身在勇士呆好呆滿的願望 有可能實現 後續後首度公開發言的Curry 不打模糊仗 直言希望在勇士隊呆好呆滿 有樣剛經歷完動盪不安賽季的荊州勇士 防塵內一片祥和 但可別以為NBA休賽季 就要在如此開心的動態中畫下句點 因為俠客叔叔要來開盆囉 這段話真的是血流成河直言不諱 修賽季喬丹 Ben Simmons是個爛貨眾所皆知 但沒想到法國巨塔也遭殃 難怪狗貝爾馬上在社群回應 叫鯊魚senpai不要再拿他刷流量啦 但江湖有句話是說三人成戶 除了俠客開噴狗貝爾以外 先前上Arena邪目的魔獸 也直言著狗貝爾四座DPOY的含金量 根本水到不行 遙想當年的俠客對魔獸也是鮮到發爛 如今驗證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句話 兩位中鋒位置上的賢敗 在臭法國巨塔的環節上可謂同仇敵凱 但卻也不是武帝放始 畢竟狗貝爾作用四座NBA最佳防守球員 但季後賽三不五師被點名單打 這叫其他人情何以堪 而且光是今年西區冠軍賽 具有個血淋淋的例子 輝廊獨行俠第二戰 關鍵時刻眼看盧卡高位擋拆 換防到DPOY狗貝爾 毫不猶豫 虎頂單打標籍逆轉了三分蛋 不只讓獨行俠當時在客場搶下二連勝 隨後闖入了總冠軍賽 這一球更是把法國巨塔變成法國麵包吃得一乾二淨 然後再想想狗貝爾每年超過四千萬美金的年薪 也難怪成為學長們現在的眼中釘